您如果連到這個資料夾裡面有一個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Pres的桌面板的軟體 那另外還有一個分享資料夾 待會我會再把 資料放進去 那麼 您到了這個 找一下我的資料的話 您可以直接在Google 搜尋一下 好 您用這個關鍵字就可以找到 我比較多的資料 好那 這裡面呢 您會第一個看到我的那個部落格的部分 部落格 那再來就是 呃 我也有 開YouTube頻道 好所以我延期的部分都會放在那邊 那麼我們可以從這邊 從我 部落格進來就會看到比較多 這裡面呢 你可以直接連過YouTube頻道 好這邊就先 連過去一下 好進來之後比如說最近是在中正大學 有介紹一個Google地圖跟Google地球 欸到底怎麼用 還有在胡偉大學也有 胡偉科大 還有朝陽 剛好最近幾次 所以我會像這樣把他進去 就是進去那麼 呃 我想問一下老師您參加原集 有錄影的話能回去會不會看 會看的應該是不得已的對不對 哈哈哈哈 因為有規定嘛 那 為什麼很多不會看 其實主要就是說 你不太可能說 欸我又花一樣的時間 再去把他從頭看到尾 所以我們在錄影的部分 比如說我以這個來講的話 錄影的部分 我都會區隔 123456 你哪一個主題不了解 就看那個就好了 應該沒有人那麼喜歡 邊看邊找吧 所以其實這個 錄影的軟體 這個是免費的 免費的 那我們大致上 會像這樣就是 一個段落大概是 10到15分鐘 是一個 段落 一個段落 那就會盡量在這個區間裡面 把一個主題把它講完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其實在網站上 右手邊會有介紹一個文章 介紹一個文章 那再來就是 其實我們在做 不管老師 待會兒我已經在做簡辦 工作上 教學上 其實有很多免費的軟體 是可以用的 那我會把整理在這個微軟的SkyDriver上 現在改名叫One Driver One Driver上 那都有幫老師做好這個分門 別類 那剛剛呢 我們在這個分享之外 我只有分享一部分而已 我們今天 一定會用到的 這個是 如果老師有興趣也可以到這邊 那另外呢 我會有把我Place的部分 放在上面 因為這個算比較 不一樣的簡報方法 那麼你看到 像這個是 我放在上面的簡報 我大概用的這樣其實 大概 差不多十幾二十個吧 也才 佔不到幾十美打的空間 因為 通常還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簡報呢 就在 這一邊 你看 一般的簡報 大部分大家印象中 都是什麼 簡報等於微軟 就等於包空 對不對 當然 蘋果也有其他的那個 但是大部分的形態就是 一張一張一張的 那麼我們在Place的這邊比較特別就是 他 可以像這樣子去做 呈現 對不對 當然這個你可以全螢幕 我現在是沒有全螢幕 那就是說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去把它呈現出來 感覺起來不一樣 那實際上呢 為什麼今天講義我會用一個新字圖 因為他其實Place簡報就等於是新字圖 有沒有 就是一大張 一大張 然後他就跳不同的什麼 不同的區塊 那你看要看哪裡就看哪邊就點過去 也可以 多了一個 Roon in Roon到那種感覺 好 所以其實 說真的 我相信老師簡報都很厲害 也不用講太多 只是說我們多了一個 改變一下 你簡報的方法 不這樣每次都用Place 跨顧也會生 一打開 Place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又改變一下 給別人一些新鮮感 就這樣 所以 他這也是 以後老師簡報的一個選項之一 那麼 待會我們會請老師來 先來他的這個網站上先註冊一下 先註冊一下 好